四 0米4 这不是排成三角形 而是排列为四个角的矩形 书写顺序是左上左下 然后右上右下 0米这里指的是四角0 在江南是很常见的实物 汉西书法通解 称这个比诗为奥两对点 奥就是不顺 他说 奥点之法是以破处 必重蹲而进出 短而有势望之落落 这密尔乃书也 他举的字例是 赵率等字用字 赵率两个字中间都有四个点 这四点就是0米4 我们看到 这四点其实是分左右两组 左边两个点 右边两个点 都是竖排的 两点竖排 我已经讲过了 这就是铁铃和龙爪 铁铃和龙爪主要不同 就是下面那一点 龙爪是向上跳出的 实际上就是冰这个步骤 而铁铃铃 而铁铃 无论下面这个点 怎么变化 都不向上跳出 你看 柳公泉 神策军碑中的语字 中间四点 就是很标准的 0米4 左边两点 组成了龙爪 右面就是铁铃 龙爪和铁铃 本身都是复合笔式 再一次复合 就成了0米4 所以 0米4可以说是 两次复合的结果 音符经中 这个雷字 中间也有0米4 它左右两组 都是铁铃 而且是一正一反 两点相对的关系 沿 tuled 沿曾青 早年 是学出体的 在他的作品 《多宝塔碑》中 你可以看到 这种0米4 左右两组 都是相对两点的铁铃 当然 他也有其他的写法 如云字 左边是龙爪 右边是铁灵 于世南 孔子庙堂碑中的语字 诗典 看起来好像是 不齐 欧阳荀 于公公碑的 路字 右边两点 也是不齐 但 这两个都是踏本 征积 这样写 未必和踏本相同 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 柳公泉写的 零米四 四点 都指向 一个中心 而樱浮经 左右 是平放的 我们称 樱浮经这种写法 为 利益 就是有 利数的特征 柳公泉的 接字法 就是 是纯 真书化了 简言之 真书 有各种写法 有 纯粹的 真书 有 保留 利数 异趣的 真书 如 樱浮经 严真卿 用 算书笔法写的 真书 如 眼睁清 晚年的 作品 零米四 在行书中 往往 四点 连写 这 还是 零米四 只不过 把中间的 虚笔 表现出来了 零米四的 用法 也很灵活 你看 这个行书 碎字 其中 红色的四笔 王羲之 也用了一个 零米四 就解决了 中鸟 见记之表中 这个 路字 右旁的下面 原来是 零米四 但它 改用了一个 固盼 词 这是 比较特殊的 例子 下一个 四点 零行 排列 就是 魂笔式 魂笔式 是 五式 自一 我已经在 二级课程 十一课中 讲过了 文笔式 文笔式的 书写顺序是 先写上点 再写 左点 然后右点 最后 写下点 手腕 手腕 手腕是 不停的 左右 摇动 我这里 提醒各位 注意 文笔式 文笔式 说式 四个点 写起来 它往往是把中间的虚笔都表现出来的 一个笔式是一次运笔 其中有实笔有虚笔 实笔就是点画 虚笔就是联系 虚笔有时候表现 有时候隐藏 写出来 有时候是迁丝 有时候变成实笔 最后一个 连点组合中 最复杂的是 细叠式 它有六个点 两两相对 其实就是三组 每组都是 先写上点 后写下点 歌手自 汉系书法通解说 细叠字式 远转轻力 如 叠式燃眼 有好像 蝴蝶的翅膀 这本书中 有一个图例 大家可以看到 细叠式的样子 但元代 离谱光 玄字要 插图 却不同 它不是三组 而是 只有一组 一个 蝴蝶形状 如果是一组 这个笔诗 称之为 蟹角 我后面会讲到 细叠式 我还是采用 三组的说法 日本 只为字样一书说 细叠式 又名 细鸟式 把湖的形状 看成 飞鸟形状 但中国 没有 细鸟式 这个名称 细叠式 用处不多 有些字 如柳公权 神策军队中的 寻字 就用了 细叠式 它是来源于 转字 你比较一下 就可以知道 转字 右旁 这三根长弧线 写起来不方便 后来 历书中 就有 把它拉直的写 如东汉 华山庙碑 到 行草书中 有些人 就直接 写三树笔 或者三点 就可以了 只有 眼睁清 他晚年 用传书方法 写真书 所以 麻国仙坛 记中 就出现了 转字 三根曲线 但他早年的作品 多宝塔 就是用细叠式 这两种写法 都比较麻烦 其他书法家 往往必写 细叠式 你看 索径 悦仪帖 写了一个 机头式 这是草书 帧书中 柳公泉 玄秘塔 和 音符经 都换掉了 细叠式 但 柳公泉的作品中 还是有不少 细叠式 如刚才所举的 寻字 以及 玄秘塔中的 蜡字 还是 用了细叠式 有些书法家 能必就必 陪修 灰风 禅诗碑 把细叠式 简化为 三点 还有人 用 固盼诗 来替代 细叠式 笔诗的 替换 我们到 后面再讲 七 点的 笔诗小节 点的笔诗 讲完了 我这里呢 做一个回顾 我把 点的笔诗 分为四类 单点 和点 排点 和连点 第一类 点最简单 也是 最基本的笔诗 就是 咏字 头上 那一个点 正式名字 称之为 册 其他所有的 单点 都可以说 是册的 画式 单点 我一共 介绍了 十种 永 字 这一点 是右侧式 与之 相反的 是左侧式 这两个 用途很多 其他画式 有专门表现 侧峰角的 中线 是折线 有三角形的 打点式 四角形的 四角式 两面换 有代笔的 有两个 一个是 取暴式 手腕 是右 左 另一个 手腕 是 左右 这是 两项点 纳比 说短的 就是 翻纳式 一波 两则 三面换的 有 不左 不右 式 英复金中 经常用 最后两个 大圈 中线 是 直线 左右 对称 这 就是 悬 胆式 和 蝌蚪式 一个 尖头 向上 另一个 尖头 向下 第二 和 点 这个简单 只有一个 例子式 排点 就多了 我把它们 整理了一下 分为 五类 两点 直排 两点 横排 三点 直排 三点 横排 和 四点 横排 两点 直排 有 铁铃 和 龙爪 刚才讲 零米式 细叠式 也会用到 这 两个 比式 两点 横排 我介绍了 羊角 和 步骑 步骑 两点 三点 四点 相顺 都叫 这个名字 三点 直排 就是 三点 水旁 三点 分开 是 散水 三点 连续 是 流水 两点 相连 一点 分开 是 隔水 三点 横排 我介绍 三种 三点 分开 是 开三点 我这里讲的 开三点 和 历史上 有所不同 着眼 与 三点 分开的 形状 横向 三点 相连 是 连波式 先写 中间 再写 左右 是 顾盼式 那么 有没有 先写 两旁 然后写 中间 一点的呢 有 这个呢 我在后面 再补充 四点 横排 比较 复杂 我讲了 三点 和 一点 相对 这是 三网 一 负式 从这个 笔式 可以 衍生出 一网 三 负式 两网 两 负式 等等 这些 都是相对 关系 如果 其中 加一个 相背 关系 就是 各自 立式 如果 四点 连续 那就是 连飞式 连飞式 有一个 比较 特殊的 比式 称之为 烈火式 因为 烈火式 又称 急艳正式 想大艳 上下 互动翅膀 最后一个 如果 四点 又不相顺 又不相悖 又不相连 比如 你有 悬 胆式 它是左右 对称的 没有方向性 当然 就没有 相顺 相悖 这些 关系了 这 就是 玄珠式 排点 一共 十五个 式 基本上 包括了 一度排列的 各种情况 第四类 是 连点 这是 两度 空间上的 排列 一类 是排成 三角形 第二种 是排成 菱形 第三种 是排成 矩形 三角形排列 有 鸡头式 和 群雀式 上一趟课 讲解的 菱形排列 有 魂笔式 以前 十一课 介绍的 举形排列 有 零米式 和 细叠式 这一类 共计 是五个 让我们 来 统计 一下 点的 单一 笔式 十个 和点 一个 排点 十五个 连点 五个 共计 三十一个 古代 资讯交流 不发达 所以 古籍中的 笔式 相当混乱 我试图 整理出 一个系统 以便 实用 一级课程 是讲用笔 二级课程 是讲笔试 点的笔试 打字 就是这些了 希望各位 勤加练习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